主位大德同修 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跟大家见面是四个多月前 大家记得是哪一天吗 正月初三 都给你十二号 我们四个多月没见 我们一见面应该要问 你馒头吃了没有 这个黄念老说 一般的法门 你要吃馒头 你得要种种子 然后你要浇水 施肥 它才能长成麦子 收割了 磨麦 磨馒头 才能吃馒头 那 净土法人就是从火起修 就是直接吃馒头 这是特别的法门 所以老实 老实 持名 持这一句患得和名 全色佛德 佛果地上的功德 成自己的功德 老实 持名 全色佛德 尘治的 深具信愿 决定往生 往生与佛 在信愿之有 我们真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 真相信有阿弥陀佛 真愿意去 真愿意去是切愿 决定往生 那就可以正无生了 可以恢复自己的自性 这个是难得的因缘 那记不记得我们出山最后 讲到哪一个故事啊 讲到香港 河东爵士的夫人 河四里江熊的母亲 你看她全家人信基督教 她也不勉强别人 后来跟这些子孙说了 我明天就要去极乐世界了 你们可不可以送送我啊 那当然子孙都很尊敬她 虽然宗教不同 但是都来送老人家 念佛差不多十五分钟 就无疾而重 不能用无疾而重 就跟着佛走啦 是活着去的 跟一般伤长两短不一样 那个是死了 这个见到佛啊 是活着就跟着佛走 没有生病 那我们讲这个例子就是 有一种 发愿 希望呢 亲戚朋友看到自己 往生很殊胜的 他们会生起很 大的信心 来念佛 你们愿意发这样的愿吗 我们是成年人的 勉强不来 这一点 每一个人都要觉悟 都要觉悟这一点 不能强求 强迫别人 一定要接受自己的想法 看法 一直要说服别人 还有给别人洗脑 这个有时候会适得其反 控制 孩子都要听我的 到时候他考上大学了 他说我终于解脱了 那你这种控制啊 结果不会好的 孩子慢慢大了 你要懂得尊重他 跟他沟通 引导他 不是强迫他 不是灌输他 而自己的孩子 家庭 甚至你是经营企业 你的团体 那都是自己的依报 随着振报转 振报是自己的心 你的心调整了 这个境界自然 跟着会转 比方说我们很容易发脾气 那你跟家里人的关系 这个就是依报 振报是自己的心啊 喜欢 常常扶不住脾气啊 那这个关系就紧张了 这个依报一定是紧张的 我们好好念佛 这个脾气稍微起来 阿弥陀佛 给他扶下去了 你本来常生气啊 突然一个礼拜都没生气啊 你家里的人会 怎么看 他会不会吃错药了 他变了 他们会很惊讶 为什么变的 因为阿弥陀佛变了 他们对阿弥陀佛还有信心 你变的 不发脾气 心平气和 家里人的关系就变了 所以依报随着什么 正报转 一个常做噩梦的人要怎么办 噩梦是他的依报啊 随着什么 他一定常常容易恐惧 担忧 心境要转 乐观积极啊 面对事情 可能这个常常做噩梦的境界就会变了 大家有没有多观察自己 自己的个性是怎么样子 修行人要改个性哦 大家有没有听过哪一尊菩萨很有个性 有听过的举手 没有哦 那我们现在学佛要行菩萨道啊 没有哪一尊菩萨很有个性 那我们就要把个性放下 很有个性 我不高兴我就板一张脸啊 那可能你亲戚朋友看到你那张脸 就受你影响啊 所以个性就好像有灵脚啊 灵灵脚脚 刺伤别人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 配合一下哦 生欢喜 好 今年 过了半 快半年了 很快哦 2024年 快过一半哦 哎呀 我们这个入了秋天的人啊 没有太多年了哦 我们的功夫 我们的功夫怎么样啊 有没有消息来了 阿弥陀佛有没有来给我们透消息哦 有没有佛号越念越相应啊 忘念有没有越来越少了 师父领静门 师父领静门 修行靠个人哦 你不能上了年纪了 五十几六十几了 七十几了 人家问 你念佛功夫有没有提升啊 我也不知道啊 修行 是面对境界要清楚哦 不能打迷糊仗哦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进步 老阿强说 能不能往生啊 不要问别人 要问谁 自己啊 修行靠个人啊 检查检查啊 我一天 佛号多还是妄念多 自私自利 贪嗔自慢多 还是佛号多 这个就要自己检查 而且大家注意哦 上了年纪之后啊 身体会越来越 体力会 退哦 你现在 妄念那么多 我们还不赶快下功夫啊 那什么时候能 佛号能浮得住妄念呢 无量寿经说 何不宜强健时 努力修缮 欲何待乎 所以要真求神净土啊 真老实念佛啊 因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 是出不了轮回咯 要靠自己的能力断见识烦恼啊 就好像瞬间把四十里的 河流啊 瀑流啊 截断 顿断了 那个贱货要瞬间断掉 那个是自己的定 借定功夫 达到开会了 把这个贱货给断掉 我们现在人的根性几乎做不到啊 只有这个特别法门啊 靠佛的愿力啊 把我们接引到极乐世界去 我们靠自己的 要断烦恼很难 出不去轮回 问题没解决呢 所以人间哪一件事最重要 死生死大 轮回 入险啊 有没有人想下辈子再来当人啊 这个我不反对了 因为成人是不能被勉强的 勉强你 你下次不来听我讲课了 这样我也有罪过 不能强求姻缘 那既然不想再搞轮回啊 那就要真正好好用功才行 不能 这个念佛法们叫异行道 大家不能解错了 哎呀很容易啊 我临终念十声就往生啊 你现在念佛都扶不住了 临终怎么扶得住 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啊 我们现在健健康康的 你念着佛就跑出去了 安不在佛号上了 那临终身体都弱了 你怎么做得了主 你怎么做得了主 所以临终要做得了主 一定是现在 在很用功下功夫 修行啊不能侥幸 好 好 那刚刚提到 这年都过了一半了 那请问大家 这六月 有没有发过脾气 好 有没有去给人家道歉 发了脾气 没道歉 躺眼事 争一姑 而且啊 发脾气呢 功德都烧掉了 你看我们发的愿 要给亲戚朋友表法哦 让他们对佛法 对念佛有信心哦 所以我们的愿力啊 要超过自己的习气业力 刚刚说 这个 菩萨所在之处啊 让众生生欢喜 要改 改个性 要把脾气给改掉 甚至于 个性里面太着急了 着急要不要改 着急的个性呢 这个心定不下来 你们不能风吹草动 就受影响 还是要看着我 不能旁边有人 你们就转过去看 虽然他长得比我还庄严 但是你们会犯了杀戒 会伤害我幼小的心灵 所以 要慈戒哦 第一个 不杀身 不恼害众生 能 体恤别人的感受 所以言语要柔和 和言爱语 劝欲 测尽 无量寿经要变成人生的剧本 佛法 佛法 救世 生活 工作 主事 待人 揭悟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 学佛就是要行菩萨道 那我们上一节课呢 就是谈六度 老二上教导我们 不思 慈戒 忍辱 我们刚刚谈到的 忍辱啊 对字称慧 对字发脾气 包含嫉妒啊 傲慢啊 这个都属于称慧 用忍辱啊 来对字 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啊 我们交流了几节课了 不好意思我自己也不知道几节课了 可能有 有没有二十多次了 十二十多次了 忍辱 对字称慧 精进 对字懈怠 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你的佛号有没有越来越多了 这个就是有进步了 这个就是有进步了 而且金 是 金唇 唇 唇而不杂 你不能 杂羞 杂境 乱境 你不能今天参禅 明天念咒 后天念佛 你看 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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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什么 整个佛号 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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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要发愿 众生无边是愿度 要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变成自己的愿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大家愿不愿意跟阿弥陀佛同心 你不跟阿弥陀佛同心 怎么去极乐世界配合他度众生 我们可不能去极乐世界添乱 现在就不能添乱 现在要配合好父母 配合好家人 经营好家庭团体 配合好领导 这个花车都到我们学会来了 代表马六甲的观光事业 不错 经济还是要发展 要够八道 该是要够佛祖 这个吃要生安到楼 吃不上饭 你要红法就不容易 法轮未转 十轮先 所以我们有年轻人发愿红法 肚子要够好 要让他生活没有后顾之忧 他能专心深入经葬 他能专心深入经葬 这是真的 你看菩萨界 凡王菩萨界经里面讲 一切男子是我父母 一切女人是我母 因为我们轮回的次数太多 一切众生可能都做过我们过去的父母 那你相信这个真相 你听黄老这么讲 那我好好念佛 回向给累世历代 祖先父母 他们就得利益了 这个念佛的功德力是很大的 诸位同修 有没有祖先来找过你 有啊 那你可能念佛有功夫 你真的有功夫啊 你的祖先 过去生的父母 会来找你帮忙 我们看 这个隐尘回忆录 这个谭屈老法师 他讲的 有一个人 八年都读楞严经 八载寒窗读楞严 楞严经那么厚啊 要读可能都三四个小时以上啊 每天都读啊 那很精进哦 读了八年 跟他曾经打过官司的人 他是胜数了 可是对方啊 想不开啊 寻短啊 那鬼魂来找他 看没有恶意啊 请问他们 来做什么 求你超度 要怎么做呢 你同意就好了 那这个 居士他就同意啊 他两个 跟他打官司的冤亲在主啊 站着他的肩膀啊 就上去了 超生了 后来他死去的太太跟孩子也来了 同样求他超度 你同意就可以了 站着就上去了 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啊 有没有什么思考 这个肩膀好不好用 好用哦 你要有功力才行啊 不然一踩 你自己都垮掉了 你看一个人修行的功德力啊 帮助很多人哦 一人得到 九主升天哦 我们跟 祖先父母分不开 我们跟后代 也没有分开哦 所以你看老祖宗的智慧 这个孝字怎么写啊 上面一个老 上面是老 下面呢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下一代 还有下一代 我每一次讲到重点 都会有人提醒 因为怕大家忘记了 这个孝字重不重要 你要成佛就是孝道圆满啊 大家看我不可以看那个 发出声音的人 你怎么这样让他很尴尬 我刚刚说的 杀生就是不恼害众生 人家发出声音已经很尴尬了 这个时候你们要 look me 看我就好啦 人的心柔软要在这些地方 是吧 所以我们要谢谢他 刚好这个孝道 强调了这个重点 来掌声感谢一下 怕大家到时候回去了 一个重点都没带回去 你看这个孝字重要了 修净土的人也要说 孝养父母 经业三福第一福啊 第一个重点 你看地藏菩萨 心地保障 怎么开发呢 婆罗门女啊 光墨女啊 都是地藏菩萨前身 她就是自孝 她的性得很快就恢复了 有一个读书人呢 她的天性都保持 父子有亲是天性 她在外面教书啊 一觉得不舒服 马上觉得家里有事 工作马上辞掉 赶回家里 赶回家 以前赶山路啊 突然 这个读书人叫徐一鹏 遇到了一只老虎 哇 你看这个孝子啊 她那个念头就是 心中只有父母啊 她跟这个老虎讲 可能我命中要给你吃啊 但是我现在父亲 母亲啊有可能危险 可不可以让我先回去静孝 这个老虎就走开了 大家相不相信老虎也有 有福性啊 我有听过啊 比方说这只狮子啊 刚好被这个人养了 后来这个狮子大了 离开好多年了 闻到他之前那个主人的味道啊 也是抱着这个主人 一切众生呢 都有灵性啊 都有如来 智慧得向 所以自成感同 你的成心 老虎能感受到 他就走开了 结果他一赶到家 果然他的父亲病重 后来醒过来了 他的父亲说 刚刚我好像去了一个地方 其实是去了阴朝地府了 到阴间去了 看到一个穿着红袍的 当官的人跟他说 说你命到了 可是你的儿子啊 非常孝顺 连老虎啊 都给他让路 所以上天啊 言你十二年受命 一记就是十二年 你看一个人修得好啊 连父母都沾光 所以跟父母跟祖先哦 分不开哦 这是老 你看孝智 老跟子是一体的 那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你看你在辟用你的后代 那孔子离我们两千五百多年 你们假如遇到 新正式的朋友说 我姓孔 你会怎么样 我马上深呼吸一下 孔老父子的后代啊 不能欺负孔老父子的后代 当然了 要礼敬诸佛 每一个人都不可以欺负 我们今天要讲 普贤十愿 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 那 这个上一代 跟下一代没有分开 所以我们想到啊 过去的 祖先父母 家人很多都还在恶到受苦 我们就会精进修行 你不会懈怠的 好 接下来呢是禅定 我们上一次也讲到禅定 禅定是对善乱 我们世间人常说啊 精神集中 意志集中 这就是禅定的意思 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观察一下自己 自己精神意志集不集中 大家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啊 会忘东忘西的 或者走路啊 不小心撞到东西 包含我们听人家讲话 有没有专注 我有时候跟同修讲话 我话还没讲完 他问我一个问题 我给他解答 解答到一半 好好好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他的状态啊 不安定 心不够安定 所以常常会插话 其实这个也是不够安定 不够专注 所以修行啊 是看清楚自己的状况 不妥当的 想法看法说法做法 把它修正 叫修行 没有离开自己的一言一行 起心动念 所以定啊 很重要 你不安定啊 你想把事情处理好 很难 我们现在都太急着想去做事 想去帮别人 佛门有一句话提醒我们 尼菩萨过江 至身难保 急躁 我们做的事是我们的一报 随着我们正报转 那我们心都不够安定 我们能把事情处理圆满吗 大家有没有经验 答应别人后来觉得答应的不是很躲当 是非疑 是非疑 物轻诺 狗轻诺 进退错 不够安定啊 不够安定啊 你会太激动了 激动啊 就是不够定 不够理智 容易感情用事 所以你要应对因缘呢 有一句话叫知己知彼 这个是孙子兵法里面讲的 其实跟做人做事也有关系 不能攀缘 缘是条件 缘具足啊 事情才好办 所以知己知彼 所以这个格言别录里面讲到的 度得量力 这个是知己 审视 现在的形式 就是外在的条件 还有责任 你看要成就一件事啊 你还要考虑周到 不能只看一个点一个线 而且要循序前进 不可超之过期 我们现在 整个社会的氛围啊 就是比较 服众 大家认同吗 你看尤其生活在大都市啊 你们去过香港没有 那个香港人口很多 你走在马路上啊 你不知不觉走路变坏了 你不知不觉走路变坏了 我们马六甲应该比较悠哉悠哉啦 因为都是来观光的 你注意看那个 那个城市啊 那个城市啊 节奏越快啊 你看人 行色匆忙 所以你微学第一功夫啊 要降得浮躁之气啊 定下来 大学讲的 大学讲的 革智陈镇 你看都是内在的功夫 再来是修其治平 我们现在内功跳过去 直接齐家治果 会太冲动了 你看定静安律的 知子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你看 你要思律的很正确 前面是心要定静安 你思律的才是能把事情做好的 这些很好的考量 所以是心去做佛 是心去处理事 要把这颗心锁好 才能成就事 心一定要洗定 那这里提到了 禅定不是叫你天天面壁 打坐 当然打坐本身也是洗定 但不能觉得这样就是禅定了 老和尚进一步说了 我们面对一切人事物 心有主宰 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 这叫禅定 所以今天我们动的情绪了 就是定没了 我们能不能说 都是他让我生气的 可不可以这么说 那是把责任推给对方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自己的心动 你度量大一点 你就不会生气了 所以对方是提醒我们 我们的情量不够大 会跟人家计较 他也是来提醒自己心上 这些习气 不能把责任推给对方 所以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 这个才叫禅定 那我们回想一下昨天 自己有没有动情绪 自己有没有动情绪 每一天都要反思 甚至经过每一件事 都要反思 这样才能经一世 长一智 我们犯的错误 不知道问题在哪 下午会不会犯 明天会不会犯 我感觉我们 也不多人会总结经验 不总结经验 我们的警觉性就不高 本来会犯的错误 还是一样 好像有同修 曾经谈到 我对一般的人都不容易发脾气 怎么对我家里的人 我就很容易发脾气了 你看又是重点吧 这都是感应 这个问题要想清楚 不然一发脾气火烧功得灵 这都是我们每天发生的事 不知道问题在哪 不知道为什么我家里的人容易发脾气 所以我们现在 因为 观照自己的心念 的功夫 没有下 或者下得不够深 自己念头不对 没看到 起了什么念头不清楚 所以才会问这个问题 不然 看自己的念头深 面对家里人 他是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动作 我起了什么念才发脾气的 就清楚了 原来 原来 我看到他那个动作 过去 他那个 哪个影像就浮起来了 所以我就忍不住脾气了 你怎么又来了 我们容易 我们容易 弱家里人的 印象 修行的重点是什么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要弱印象 家里人很多过去的事 我们都没有放下 都放在心上 遇到一些 情境就很容易发脾气 心里面要放别人的好 不要放别人的不好 这个修行是感心 普贤行是称赞如来 心里都放人家的好 你很容易就 赞叹别人 但是这个都要自己检查 我们的心是放人家的好 还是不好 其实我们放人家的不好 叫不自爱 自己找自己麻烦 有没有 心里都放别人的不好 会高兴吗 所以大家 每一天早上起来 第一个动作 进厕所 是吧 照镜子 看看自己的脸上 有没有带着笑意 还是别人欠我很多钱 还是别人欠我很多钱 你心里摆人家的不好 一定会表现在脸上 相由心深 所以常常照照镜子 我这个眉头有没有锁住了 眉头伸锁 一定有很多事情想不开 所以你照照镜子 可以给你一些修行很好的提醒 佛呢 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 不取相 如如不动 不取相 不取相是惨 不要着相 这一句不容易 大家注意 我们遇到 一个人一件事 我们的心是什么状况 很容易就 连到上面去了 没有关照自己 心念 比方说 你遇到一个几年没有看到的朋友 然后呢 马上过去 哎呀好久不见了 讲话很大声 在公共场合 因为你太高兴了 没有看到这个心 太激动了 你就很容易 遇到顺境了 这个贪爱心 很高兴就上来了 没有看到心 你 比方说你到图书馆 我们买了脚有没有图书馆 有吗 图书馆很安静 如果你看到 两年没看到的同学 啊想话很大声 吵到别人了 我们 容易啊 遇到境界就会 连到那个境界上去 你 关照不到自己的心 关照不到自己的心 所以这个 不取一向是禅 不要着相 这个要 这个要常常练 你看老儿上的一句话 处逆境 随二缘 你看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这个都是沉在你面前的相 无诚会 我们假如 遇到逆境二缘了 一着相了 脑子里就想 哎呀 他 他给我讲话 那个表情气死我了 你看他讲那个话 好难听 都在 灼在这个相上 他的表情啊 他的言语啊 然后就把你气了三年 这叫 不放过自己 你看这个相 在哪里 三年前就没了 结果呢 他在我们的脑海里 常常出现 修行是自爱 别折磨自己 我们还不会自爱 要去爱人 我看比较困难 自己都搞得自己烦恼很多了 那怎么去爱人 所以我们观察观察自己脑海里 常常浮现一些 以前的事情啊 这算不算着相 着相了 本来无一物啊 何处惹尘埃 所以 用这一句佛号啊 把过去的事啊 都洗掉 不要 不要有过去烦恼 你看这都是着相 你看事情还没有到啊 就开始在担忧了 你看着在未来的相了 心就不清净了 考虑事情啊 可能就带着烦恼了 心清净了 身智慧 考虑事情就做到 考虑的深 考虑的圆 所以这个佛经啊 你看每一句 在哪里啊 金刚经说的 不取一项 如如不动 在哪里 kei enietem ananywhere oh 这个孩子有来历哦 好 他在这么重要的地方 不能轻视小孩哦 有可能他的慧根比我还要高 你看到一个小孩 你不要着相 是吧 他还小啊 着相了 为什么佛门说不清后学 你看人多容易着相 我学了二十年了 有没有着相 他才刚来 有没有着相 我吃素三十年了 有没有着相 你还不知道吃素啊 我们一着相 生烦恼 自己生什么烦恼 傲慢 所以你看佛门讲的这些 都是对峙我们的烦恼 不能清后学 你看六祖慧能大师的事情啊 他是个在家人 出家在家不能着相 你看我出了家了 我着了这个相了 走路这样 我要玩啊 我把我自己给卖了 着相了 你看佛 都在提醒我们哦 佛那个时代有一个 唯摩解居士啊 在家佛 你不能着了这个出家的相了 出家就高了 变成生烦恼了 所以这个表演就是什么 平等哦 文殊菩萨带着这些 阿难尊者这些大弟子哦 见到 遭三渣哦 灵礼三败哦 这个都是在表演 平等哦 不能高下 不能分别哦 所以我们一着相啊 你对人就不够恭敬了 所以不要分别相 你看我们马六甲 能够遇到各种肤色的人吧 这个时候要不要着相 不同宗教 不能着 要尊重 礼敬尊重 不同族群 你看这个 不取向在哪 你随时随地遇到任何境界 都不要着相 然后如如如不动 外不要着相 内不要动心 所以禅的意思就是 你不会受外面境界的诱惑 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干扰 这叫禅 定呢 定是心有主宰 不为所动 内不动 外不受干扰 这叫禅定 我们 遇到任何境界 都要练 外不着相 内不动心 内不动心 所以这是菩萨六度 每天都要 依这个六度 来处事 待人 接悟 那我们常说的 不要对人有成见 这就是外不要着相 看人要看后半段 浪子回头 金不换 大臣经上常说 诸佛菩萨 那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所以行住坐卧都是禅定 也就是说 行住坐卧 他都能够外不着相 内不动心 我们 佛法就是生活 出事 来我们首先练 夫妻之间 不要着相 我们有没有常常 起一个念头 他就是这一副德性 这样有没有着相 好 你觉得他是那一副德性 他觉得你呢 彼此彼此 半斤八妞 对方怎么看你 对方是你的依报 随着你正报转 会互相遭感 你尊重他 慢慢他就尊重你 你对他很有成见 他也会对你很有成见 所以我们这个不要着相 从哪里练了 你不从你最近的人练了 练不成了 为什么 你挑境界 明明明这个境界 明明这个境界摆在面前 你就不肯练 这叫挑境界 这里面就有分别心 修行不关外面的事 静界没有问题 问题在哪 自己念头 有分别 有执着 卡住了 不然任何境界都能让我们提升 我们现在觉得 好像提升不上去 心里 烦恼止不住 就是我们都 着在外向了 没有看到自己的分别之所 一看到一放下就提升了 所以六祖大师 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若真修到人 不见世间过 你一定是着相了 就见人家过 然后人家那个过 一直印在你的脑子里 你一想到他就不高兴 都是着相惹的祸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 普贤行 礼敬诸佛 你若人家不好的印象 你怎么礼敬他 所以要见人家的本性 见性不要着相 不要着人家这些习性 他做错的这些行为 不要一直放在脑海里 大家感受感受 比方说你的家人犯错了 他自己也有良知 他也不好意思 可是你完全没有计较 他会怎么样 会触动他的善根 我以前放在那里说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不要再提了 你还是很信任他 他就感动 还是你都戴着有色的眼镜 看他 他也会很不自在 甚至会很没信心 他性格强烈的 他就恼羞成怒 他别人 好像我们一个镜子一样 我们的心 会跟他起交感 他会回应我们 所以 还是要从 我们的这些 伦常本分 去落实六度 落实禅定 落实这个 不取向 那心上都不放这些东西 容不容易 我们现在理明白了 好 把这些东西都清出去 抽刀断水 水更流 不能喝酒了 下一句不说了 可以喝茶 但是 我不想了 我不想了 他又来了 有一个方法最妙 想阿弥陀佛 一有什么 影像起来 阿弥陀佛 不要去想这些事情 想佛 念佛 慢慢的 心里面 落着这些印象 就越来越淡 越来越少 用这一身佛号 练清静心 不要让这些影像 再染污自己 这个方法很好用 好 接着呢 波罗 波罗是智慧 这是六度 这是六度 一六度 波罗 看破 世间 看破是看明白了 不是逃避 不是逃避世间 看明白了 由如金刚波罗经上所说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 患 泡 影 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比喻 我们就用第一个字来解说 梦 还有泡 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吹过肥皂泡 吹出来两三秒钟就 啵 好 那两三秒钟就啵了 你有什么好计较的 对啊 好 你们有没有遇过 哪一个朋友 气死我了 我上个礼拜做那个梦 气死我了 你听过没有 没有 还有啊 那这个人太找自己麻烦了 这个 这个黄念老讲过一个故事 说 有一个人做梦啊 梦到呢 他要喝一杯酒 他很想喝这杯酒啊 然后就叫他太太 你帮我热一热 结果他太太 要去帮他热啊 他梦就醒了 他说早知道就别热了 那梦是假的 你那么当真 那所以为什么你 你昨天做的梦 不会影响你现在的生活 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的嘛 我们晚上做的那个梦叫梦中梦 现在呢 现在还在梦 你看我们现在在梦中 梦里明明有六句 绝后空空无大千 你假如先真的相信你 他真的佛是真语者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梦幻泡影 那既然都是梦 你何必那么较真 跟自己过不去 又跟人家过不去 你何苦呢 别给自己找麻烦 好 所以这个梦幻泡影 看要不要喝一点水 好 没关系 这个菩萨 是考我们禅定的功夫 你看刚讲完 禅定是精神集中 意志集中 所以 假如大家不能专心听我讲 首先是我讲的不好 不够安定 再来呢 我讲的不好 你还能专心 是你的功夫 纵使有什么声音 还是不影响你专注 你能保证 你临终的时候 没有花车经过吗 是不是 无常 可是你现在就专注了 管他花车不花车 我还是 自据分明 现在都在磨练自己的功夫 好 所以这个 般若是智慧 智慧就是明白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看万事万物 都是梦幻泡影 所以 世尊在大波罗经上 给我们讲了几千次 不可得 我们如果真正明了 不可得 你得失的这个念头 就没有了 因为你知道 缘具缘善 根本就不可能让你握在手里 我们这个身体都做不了主了 身外之物怎么去掌握 于是现实境界当中 你所得到的 决定不会生欢喜心 因为不可得 这个是因缘 聚的 我有这个东西 但我不生贪爱 因为它会善 你知道它是缘具缘善 它善的时候 你也不会难过 但是 比方说 我们今天大家 聚在一起了 缘具了 再过半个小时就善了 可是虽然它也是 聚善无常 可是 我们也在这个 因缘当中 我们用心去经营 你不能说 通通是假的 然后我就随随便便 那错了 是借假修真 借这个 缘具缘善 我们用真心 去对待他人 跟别人结法缘 结善缘 所以你不能 都是假的 结果 反而不尽心尽力 去尽本分 这个就听偏调了 是尽力了 但是 不要有得失在里面 不要生烦恼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 因为我心 我已经尽力了 就好了 包含你看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也是假的 不要执着它 你看细胞每天 新陈代谢多少 它又不是很长的 可是你不能听了之后 你不好好照顾它了 糟蹋它了 都是假的 好 熬夜 又偏到另外一边去 所以佛法是中道 不能贪着这个身体 也不能糟蹋这个身体 而且你还要用它来好好修道 你看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 都是早睡早起 九点多睡觉了 隔天 十五点 这个时间起床 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 我们当弟子不要去熬夜 不能学老和尚都是挑着学 这一句我喜欢我就学 那一句我不喜欢就不学 那是跟自己学了 我们是要看老和尚怎么把经教 用在他的生活工作 处事在人皆无 所以通通要学 不能挑 一挑都是自己的意思了 人还是很容易顺着自己 不容易顺着老和尚的教诲 活躲的教诲 所以这个 知道不可得这个真相 所得到的不深欢喜心 失掉的绝对不会有懊恼 为什么不可得 说到极处 生死不可得 所以对于死不恐怖 这个是智慧 根本就没有死 是什么 你这个身体机器坏了 大家有用过冰箱坏了怎么办 你在那里 哎呀 他怎么坏了 那人家觉得你神经有点不正常 东西哪有不坏的呢 凡所有像 皆是虚妄 他都会坏的 那身体也是个机器 他哪有可能用不坏 那坏了怎么办 再换一个咯 这个时候要有智慧 你要换哪一个 你一不小心像我这个我们这个男众要过这个社官 哇你这个社官不过 你要快断去的时候 哎呀 这小美女 结果你一醒过来 一摸 哎呦 我的鼻子怎么这么大 变成猪八戒了 哎 那个西游记都是表法啦 你不要当故事看哦 唐僧就是自己心的本性哦 孙悟空呢 猴子跳来跳去的啊 就是我们的妄心 一个接一个止不住 哎呀别想啦 哎呦啊 头好痛啊 你还是止 停不了 心缘 意马 要靠佛号啊 让妄心停下来 你看这个猪八戒就是 要持戒啊 哎 尤其这个 饮食男女 这种食的欲望 男女之欲 人之大欲存烟啊 这个欲望要慢慢淡 你这个欲望强啊 佛号就被他压下去了 你就随着他去投胎了 强者先迁啊 所以你要换好身体哦 一定是临终脑子清楚 会换成三恶道的都是临终不清楚了 临终清楚还会去换那个 那个身体啊 所以修行人不想福 把福报留在哪 留在临终 福报现前啊 哇 脑子清楚 然后啊 还有很多善缘来 护念你 当然了不要 一直在期望啊 临终 你要来哦 你要来哦 你的心都往外跑 那个随缘 自己做得了主 你看海贤老外上说 我不要人家注念 那个就是表法告诉我们 最好是自己做得了主 不要听臣 不要不用来注念了 不要来了 不要来了 那个表法你要看得懂哦 你要自己做得了主啊 不然人家来注念也是个正上缘了 但是哦 你也要很清楚啊 谁来能真的帮得上理哦 这个你也要会判断哦 不然你找一个 很喜欢是非人我的人来哦 到时候他会缴你临终的场哦 好 所以这里提到 生死不可得 人为什么会怕死 因为他对未来 不了解 他会生恐惧 人对你不了解的人事 你就容易担心 所以你现在看清楚了 生死不可得 根本就没死 所以我听老上讲 根本没死啊 我从此之后 不会因为死别 生离死别而流泪 因为我明白这个了 那我流眼泪 对王者一点帮助都没有 我还继续流 那我不是愚痴吗 根本没有死啊 他只是换一个身体 那我要做他很好的助援啊 我怎么还啊 还在那里伤心呢 我要一心一意 帮助他 就不会为死别流眼泪了 给你清楚 真相了 你会用理智 而不是感情了 所以六祖大师说 何其自性 本不生命 真实的智慧 是看破 生死 所以对于宇宙人生 信向理事 夜阴果报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绝而不迷 这个是般若 其实啊 这个般若啊 老婆上常讲一句话说 面对境界清楚 面对境界不迷糊 我们看看这里讲的 夜阴果报 万法阴缘深 你看到一个人 他是阴缘所深的 你很清楚 比方说 哎呀 这个人怎么这么讲话 好讨厌啊 你面对境界不清楚 你着在那个像 你咬得清楚 哦 原来 他的家庭情况是这样 难怪他现在的性格会这样 你是面对境界清楚 你不只不会发脾气 你会宽恕 你会怜悯 所以这个都是 面对境界清楚了 好 这个 用金刚经的话 好 这个后面呢 老师上进一步有讲 这个我们佛教的教旗啊 同学们现在常常看到 是全世界通用的五色旗 总共六条 前面五条是单色的 每一条一个颜色 代表前面五度 代表布施 慈戒 忍入 精进 禅电 后面一条啊 是杂色的 五种颜色都有 所以杂色的 代表般若 所以这个意思啊 很明显 布施里面有般若 才叫布施度 布施里面呢 没有智慧 那是修福 是世间的 有漏的福报 前面五条里头啊 没有般若 都是世间的福报 你修禅定 你修成功了 身色界天 身无色这天 不能出六道轮回 如果禅定里面呢 有般若 那就超越六道了 所以这一段啊 很重要啊 谈到般若了 般若为岛 五度如盲 五度是盲哦 瞎子哦 看不清楚哦 般若像眼睛一样哦 你才看得清楚 路哦 就像刚刚 师父上人讲的 你修五度啊 没有般若 是修福 出不出的去六道 出不去 生死大事 福不能救 有般若 那叫功德 积功累德 才能出六道轮回 刚刚提到布施里面 没有般若 般若就是 离一切相 叫般若 你看你要离相 你心才会清静 两五地 你看他的布施做得多不多 哇 那没有人做得比他多啊 他是天子啊 帮助十几万人 出家修行 建了那么多佛事 几百索 可布施做得比他多啊 很少 很少 可是呢 他没有离相 他有做 放在心上 然后见到 达摩祖师 正 建了那么多寺院 护持那么多人修行 正 有没有功德 他没有离相 他就没有般若 他有福德 他没有功德 所以了凡斯讯说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终不见所思之物 都没有着相 是为三轮体空 一心 亲近 所以这种布施就有般若了 好 所以 般若究竟是什么 四尊在金刚经上 给我们说了 一句名言 离一切相 修一切善 离一切相是般若 离相是般若 修一切善 一切善就是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净 禅定 这五样 这五样叫一切善 你所做的善 没有离开这五样 波罗是离一切相 这是佛 教给我们的 教得非常具体 我们 我们没去做 不能怪佛 怪我们自己 好 金刚经上讲 以 你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个就是离一切相 你看我们在处事的时候 我 你 你 有没有着相 他 跟我没关系 他不是我亲戚 这个都是在着相 余诸众生 视若自己 不然你看我们着一个我相 就会比较容易什么 自私了 都把自己摆前面了 所以要放下这个我相 人相 包含众生的相 众生跟我都一体的 你要放下这些分别 你才能回到同体 受者相就是时间 我们也很容易着在时间 会因为时间生烦恼 也很有可能 时间跟空间也不要去着 一着了 生烦恼 比方 老和尚远及 快两年了 假如我们 情质比较重 就着在这个相 生什么烦恼 难过 难过是不是烦恼 是啊 你看你一难过了 你没生智慧了 你不着在相了 老和尚在极乐世界 入法身 一切法都是他的身 他无处不在 你看你不止不会烦恼 会怎么样 老和尚随时跟我在一起 我都是听他的教诲 去做事 他随时都加持我 从来没有离开我 你看着相跟不着相差很多 着相生烦恼 不着相生智慧 所以我们只要感觉自己烦恼作指 一定是着了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作指相 那生烦恼 那生烦恼就不生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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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意思就是 理想就是不要放在心上 做好事不要放在心上 遇到恶缘不要放在心上 这个就是要练波罗的这么练 恶缘你一直放在心上 一直在那里纠结 所以这个修行 理想不是你 离开那个境界 是什么 在那个境界又不放在心上 不然就修成什么 逃避 这个家里看这个人不顺眼 眼不见为敬 你该敬的本分你都不敬了 这佛法不能用错了 佛法是让我们离 分别执着 起心动念 不是让我们离顺境逆境善缘恶缘 境界要不要 逃避开 你逃到哪里去 你明明欠人家钱还不还 欠钱还钱欠债 情债要不要还 还要心甘情愿还 他还会给你打八折 真的 你到了天涯海角 他还是会出现的 这个我很有经验 我也被打过八折 因为你很诚心 你不会不欢喜 就好像你还在还得欢欢喜喜 他 他也被你感动了 就这样就好了 这样其他都不用了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你还得心不甘情不愿 他给你加利息 很有道理吧 好 所以佛法就是生活 波罗是离自己的分别执着 起心动念 离落印象 不是逃避这个境界 所以为什么应主 礼禀老 包含老和尚 一直强调我们要 敦伦敬奋 就是你不要去逃避自己的责任 其实学佛没有别的 炼出自己的真心来 恢复自己的真心 在哪里炼 当下的境界 老和尚常说 你会吗 会修行啊 怎么修 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不动念 这个比较高 我们到极乐世界再修 修什么 不分别 不执着 我们往往 把责任推给对方 然后又觉得 哎呀看到他们很不欢喜 就不愿意去面对了 力士练心啊 练自己这颗心啊 这个挑境界啊 我们大部分修行人 都会挑境界 很难安住当下尽本分 我们看我们的祖先 尘世的祖先 顺王 他遇到的境界好不好 父亲跟后母要杀他呢 弟弟也要杀他呢 这境界好不好 一般人觉得 人伦关系恶劣到极点了 结果他怎么做 这个是大菩萨表演给我们看哦 自己的祖先哦 要不要效法 你们效法容易 你们有顺王的DNA 我还没有 你们容易修我啊 好好用 这个跟祖先是连根的哦 顺王觉得孩子我不对 他没有吃亏哦 他的智慧 他的福报很快现前 所以他得为圣人 尊为天子 一个农夫最后变天子 就是他面对这个境界 他用真心 他的福报马上就现前了 吃亏就是占便宜啊 吃亏也是福啊 他用了真心了 所以会修的人就在当下把真心修出来 尽缘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 好 所以这是佛啊 教给我们的 教得非常具体 就让我们理向修一切善 而这个六度啊 这个就是什么呢 是菩提心的落实 菩提心究竟圆满的落实 是普贤十愿 大经里头啊 常说 菩萨不修普贤行 就不能成佛 大家想不想成佛 我不会勉强你们的 不过听你们的音声 还不是太想 好想啊 那老师上 这一 这一篇开示 是教我们当身成佛的 多听几遍哦 你们可不能来看我的时候才学哦 这样我就罪过了哦 你们自己要不断多看几遍 这一篇教委啊 陈德听过几百遍 我知道 大家不要误会 我不是要你们的掌声 不是 我是真的受用了 就听了次数多了哦 你任何境界来啊 他就冒出来了 我现在这一念心 跟真诚 亲近 平等 正觉 慈悲相不相应 一不相应我就赶快阿弥陀佛 对啊 要调啊 这个行为跟三浮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相不相应 不相应我就造业了 我不能跟我成佛过不去啊 我得机功雷德啊 跟这五个行门相应才行 他随时指导我啊 那我就不容易被烦恼做主了 你看听 把这一片光碟好好伸入啊 受用很大 所以你要想成佛道啊 一定要修普贤行 尽中疏胜在哪里啊 那我们就明白了 因为啊 尽中是普贤行的落实 你看《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的经文 而且还是指在续分 还不是正中分啊 续分经文开头第一句 《无量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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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纳为十个纲领 我们好掌握啊 纲举目章啊 这个都是佛菩萨的慈悲啊 这就是普贤菩萨的十愿 我们好记啊 有下手之处 因为我前面说今天一定要讲普贤行 所以我今天不讲我就死 食言而肥 虽然我很想肥 我太瘦了 不能食言 所以第一条 礼敬诸佛 谁是佛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各个是佛 有情众生是佛 无情众生也是佛 因为同一个法性 佛性变现出来的 你的梦境里面就是你的心变的了 里面有人 也有山川大地啊 所以啊 这个礼敬是平等的礼敬 真诚的礼敬 我们对这个人好 对那个人不好 就错了 这一点没做到啦 大家要不要做普贤菩萨 要哦 好 接下来 决定是以真诚亲近平等心 尊敬一切众生 因为一切众生皆是诸佛 哦 佛在经上说的很多啊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凡有佛性 皆当作佛啊 这是佛对我们说的 哦 佛在华言圆诀讲真话 真话是什么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很难体会 要说一切众生皆当作佛啊 我们能够体会 他们现在是凡夫 将来慢慢修行会成佛的 说现在就是佛 我们很难体会 但是佛所讲的是事实 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众生 怎么能不恭敬 怎么能不尊重 众生本来是佛啊 他的真心都没有变过啊 我们只是看到他的妄心 没看到他的真心啊 你看到了 你就相信众生本来就是佛了 哦 所以你相信了 那你怎么会不恭敬不尊重呢 哦 所以我们没有做到啊 平等恭敬一切众生 不但没有做到啊 甚至于对父母瞧不起 对老师瞧不起 对同学瞧不起 不能瞧不起任何人哦 那就跟普贤行相违背了哦 那 父母老师同学瞧不起 你念佛怎么能往生啊 你念佛的功夫再好 都不能往生 为什么 西方极乐世界通通修普贤行 你与普贤行没有一丝毫相应 阿弥陀佛很欢迎 很慈悲 欢迎你去 西方世界这些大众不欢迎你 为什么 你看人都不顺眼啊 你跟大众不能相处 你到那个地方会尊重阿弥陀佛 对大众你不会尊重 你把极乐世界搅乱啊 那你不是普贤菩萨了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普贤菩萨的法界 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 到实报土上上品 全是普贤菩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实性位的普贤菩萨 实柱位的普贤菩萨 实行 实回向 实地的普贤菩萨 大臣菩萨有52个阶位 通通是普贤菩萨 所以普贤十愿 祖师把它列在早晚课里头 天天要念 天天提醒自己 时时刻刻不能忘记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观照与实愿相应不相应 好 我们下一次见面 可能是明年了 到时候看看大家 普贤菩萨的功夫修得怎么样 我可以从你们的眼睛当中 看到一点 不能看很多 我功力还有限 但是看得出来 你礼尽诸佛 你的眼神很温和 很慈悲 这可以秀得出来 这可以秀得出来 好 我想 这个明年才继续讲 拖得太久了 所以陈德会找时间 把后面讲完 录下来 到时候再提供大家参考 我们下一次见面 再讲一个新的主题 当然不能离开五经一论 我们专修专宏净土法门 这是万修万人去 末法时期 亿亿人修行 喊一得道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 我们已经遇到念佛法门了 我们这一身成佛的机缘 成熟的 大家好好珍惜 把握住 老实听话 真干 我们一起 敬此一抱身 同生极乐果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可以请说 我们净土中就是在 行普贤 十大愿望 礼敬诸佛 刚才师父也有提到说 众生皆是佛 礼敬诸佛 众生皆是佛 那试问 师父如果说 刚才师父所说 我们大家都是一体 我们与众生都是一体 那试问 如果我们念佛人 依旧测众生的肉 将来 将来能不能够往生 意思是 好多人依旧说 三斤肉 佛在任言经 说得很清楚 好 Good question 好问题 我们 我们 佛门强调 持戒念佛 因为持戒 人得清净心 极乐世界是净土 心净 佛土 净 所以 假如我们对于世间的欲 都放不下 你说 这个 不让我吃豆 我佛念不了 那他的力量比较强 哎呀 我不吃豆 我吃的 但是大家注意 你懂了这个道理 一定要守住 忠树之道 言语律即 我尽量不要吃了 宽以待 人 不然你自己持戒 然后也很严格对待家人 他们生烦恼 你严格要求自己 像 成德我们家 我第一个不吃肉的 但是没有去要求别人 哎 很自然的 家里的人 一个一个 也不吃了 所以 我们还是要守住这个 忠树的存心 不然你会用道理去压别人 你也犯了杀戒 脑害 众生 你让他有压力 所以戒是戒自己 而且很清楚 阿弥陀佛 大慈父 如母义子 子若义母 如母义死 母子立身 不相为缘 这是大四字菩萨 念佛原通章 这个陈德刚好后天 会分享 老阿上 大四字菩萨念佛原通章 书超 这个讲记 老阿上有讲过 这个马来西亚金钟学会 他们有印尘书 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请 大家可以上 Zoom 8473 8432736895 密码12345 大家可以一同学习 这样你们每个礼拜都可以看到我 我就可以跟你们啰嗦几句 所以我们了解佛菩萨 对我们是超过父母的这种慈悲 所以你念他 你就跟他分不开了 他一定会来接你的 可是你现在佛提不起来 要吃东西 那你就是留恋世间 世间的欲你还放不下 所以这是一个角度 说婆有一爱之不亲 又是重点 能不能往生 这句话是重点 临终被此爱所牵 所以你看 喜欢吃榴莲的都在算 六月快到了 才有榴莲吃 他都不念佛 他在念榴莲 你就会在世间榴莲忘返 你应该看到榴莲的时候想到 他是水果之王 我也要做佛中之王 因为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是吧 你看 你随时都是跟佛法相应的 我念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我的本尊 当然榴莲都没有砸到人 所以你看 他不伤害人 我也不能脑害众生 榴莲 就提醒我 不要榴莲在世间 榴莲忘返 不行 我要回老家 所以你吃榴莲没有增长贪心 你越吃越有智慧 越吃越感恩 我刚刚吃了一点榴莲才上来 所以明年还得来讲课 不能白吃 出家人吃人家东西 一定要做法工 不然会消化不良 这个是从 你不能留恋世间的这些人事物 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就被他留下来 再来是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信仰 待旧业 不待新业 你每天还要吃肉 那就跟众生结恶缘了 而且往生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那你有菩提心 你有慈悲心 你慢慢就不愿意吃了 而且持戒才能清净 把这些欲望要放淡 不杀身 不恼爱众生 尽量不要吃众生肉 其实慢慢减 你只要精神提升 那个物质的欲望慢慢就会淡 所以大家要帮助亲人提升精神的境界 他世间的欲望慢慢就会淡 当然好人做到底 你的素食要越煮越好 让他感觉比肉还好吃 这也叫善巧 方便 宽宜待人 不要严苛去要求别人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影 不妄语 不饮酒 心能清净 心净佛土净 西方极乐世界 possible 很快就办好那个护照了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